新竹发生了气暴意外 今天上午8点14分开始 在珠北市 陆续有民众打电话通报 中正东路周遭地区的住宅 窜出了浓烟还有大火 当中一栋大楼还发生了气暴 警销一共接获了15件瓦斯漏气的案件 还有11起住宅火警 当中气暴的大楼 9到11楼都有火烟 消防队陆续抢救出了12人 但是一名16岁少年 全身有91%的严重烧烫伤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 气暴瞬间大楼住家 整片窗户冷气机通通炸飞 所有碎玻璃破损建材 高速从天而降 爆炸威力大到隔了条马路 对面民宅一楼都遭殃 钢筋铁条像天女丧花一样直冲过来 下的骑楼民众爆头逃窜 民宅铁门剧烈摇晃 玻璃也都被震碎 起爆剧烈震动之后 紧接着火烟只窜天气 气暴毛下感觉 这景象真的把当地居民都吓坏了 消防出动大批人力到场洒水灭火 同时更把握黄金时间入内搜酒 发生气爆的大楼 酒楼一度火势猛烈 消防人员好不容易控制火势 逐层搜索救出12名住户 但一名自行送医的16岁少年 伤势严重 24号一大早新竹县竹北市精泉气爆 消防局接获63通通报电话 所有瓦斯外线和火警 119专线一度全被战线 就一下砰的一声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来才知道9楼爆炸 然后闻到瓦斯味 瓦斯味很重 他说其实还没爆到今天 闻到很重的瓦斯味 爆炸那一间 有被烧伤的很严重的送医院 竹北市发生大规模瓦斯外线意外 消防队一共处理了15件瓦斯漏气案 还11件住宅火警 其中中镇登陆这栋住宅大楼 最严重发生气爆 9到11楼都有火烟 5人轻度烧烫伤 一名16岁少年重度烧烫伤 由家属自行送医 所以应该起火点是在 我子子的房间 就是在睡梦中 墙都倒了 真的是有点发生 那么年轻的小孩子 现在在家务病房 真的是需要 政府真的要除面处 住在9楼的少年 全身有91%烧烫伤 还在家务病房治疗当中 整起事故 不论是意外还是人为疏失 最无辜的都是端午廉价 好好待在家 却无辜受害的住户 将不排除提出国陪 介新竹综合报道